那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几个很重要的字 就是我们要在主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英文字叫refresh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敬拜当中重新的更新 弟兄姐妹 我们很重要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小组你有敬拜 在家里面有敬拜 在教会里面有敬拜 但是很多人对敬拜有不同的理解 有些人说敬拜就是来教会 唱几首诗歌 好像你要去教一些大餐的时候 餐馆就会给你一些钱菜 给你一点花生 给你一点酸酸的东西 让你可以开会一下 有些人可能认为敬拜都是这样的 也有一些人认为敬拜就是说 甚至有些教会认为说 人不够啊 因为人很少 再唱多一首 再唱多一首 我曾经到这样的教会 就是讲员还没到 那么呢 牧师就在下面 再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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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首 那带领四个的就本来半个小时 就唱唱到四十五分钟去了 就在等讲员来 那如果讲员不来后就唱两个小时 就结束了机会 那弟兄姐妹到底敬拜是什么 敬拜里面给我们看到些什么东西 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知道你渴望你的儿女们 用心灵和尘世来敬拜你 我祷告今天晚上 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感受得到 可以经历得到 可以真实的经历到你敬拜的大人 当我们愿意用心灵和尘世敬拜你的时候 主啊我们的生命就要改变 我们感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祈求 阿们 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的话 我们教会在今年四月一号呢 我们就开始的这个 早晨到夜晚的一个祷告会 本来我们开始的意念呢 这个intention 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这样的动机 就是因为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 在MCO的时候 就行动管制令的时候呢 可以花一点的时间 更加的来亲近神 那我们就看到呢 当行动管制令解令之后呢 我们家墓同工开始的积极在讨论 要不要继续带领这个尘导啊 要不要继续下去啊 等等等 我们在讨论之后 我们发现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 有好多的弟兄姐妹 甚至从不同的教会 从东马的 从国外的 他们发了很多的见证来告诉我们 他们参与我们的尘导呢 得到很大的帮助 甚至有一些呢 得到抑制 甚至当我们在带尘导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在敬拜当中 我们说 我们宣告神的意志的时候 果然 没有想到在另外一个角落 却有人得到意志 所以因着这样呢 就激励了我们 那也在最近 当我在带尘导的时候 我个人一边带 一边自己被神触摸 我好怕 我所谓的好怕是说 我好怕我在敬拜 带敬拜的时候 神触摸我 如果我扑到我带地上呢 在尘导没有听到声音的时候 大概我就扑到在地上了 这样的情况里面 我发现在整个尘导带领的时候呢 神带领我 尤其是这几天 在这个尘导当中 很奇妙的 神帮助我 写了一些诗歌 帮助弟兄姐妹 进入属灵的阵战里面 所以我就带领弟兄姐妹 进入属灵阵战里面的时候 也有好多人说 有一些的见证就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有些人 发给我 发给我 在WhatsApp讲说 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静脉当中 生命被神触摸 他们被神灵充满 很多人 甚至 我曾经有把这个连接 传给一个牧师 后来这个牧师告诉我 他传给一些人的时候 一些人又传回给他 告诉他说 他们听到这个尘导的时候呢 他们自己在自己的房间 大大的被神灵充满 所以我就越来越 在我牧会的当中 我越来越发现 敬拜不是我所谓 过去的理解 我发现敬拜 其实它带来极大的能力 是我们需要去经历的 好 那今天我要从耶汉福音 我们非常喜欢用 耶汉福音第四章来看敬拜 那我就慢慢的帮助大家去了解 我们来看耶汉福音第四章的 第一节开始 直到三十节 第一节说 主知道法利塞人 听见他收门徒 门徒施洗比耶汉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 亲自施洗 乃是他们的门徒施洗 他就离了游泰 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呢 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 西家 西家靠近雅各给他儿子耶稣的那块地 在那里呢 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 就坐在井旁 那时呢 也有证而无证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 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然后呢 第八节说 那时门徒呢 就进城买食物了 那么呢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喝水 弟兄姐妹 请注意这些的字 等一下我们会讲解 然后这里就话会说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没有来往 那耶稣就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的 给我水喝是水 那你必早就求他 他也必早就给你的活水 妇人说 先生啊 没有打水的契机 井又深 那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那我们的祖宗雅各 将这井留给你们 然后留给我们 他自己的儿子的井 深处也都喝这井你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我们看13节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吃的水 就永远不渴 我所吃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 全只永到永生 15节 妇人说 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可 也不用来这里打水 因为他每一天中午 都要来这里打水 他就想说 耶稣如果你有这样的水 就给我 让我不用这样辛苦 每个中午就来 16节说 耶稣说 你去叫你的丈夫 到这里来 然后妇女就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 所以不知道要叫哪一个来 因为已经有五个了 那你现在有的井 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19节 不能说 先生我看错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 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导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 那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看到 耶稣跟他讲 你去叫你的丈夫来 耶稣从来没有跟他讲到经办 耶稣说 你的丈夫在哪 你的丈夫来 然后呢 这个妇人就 怎么样 他就转话题了 哦 他就开始转话题 他没有回答耶稣的问题 他开始转话题 好 那 好了 这21节就说 妇人 你当心我 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那耶稣就针对这个问题跟他说 好 既然你问这个问题 我告诉你 哦 真正的 敬拜神是怎么样 22节 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 23节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怎么样呢 要用心灵和诚事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事拜他 好 最后的 25节 妇人说 我知道 弥赛亚 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 他来的 必将一切的事 告诉我们 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 就是他 意思说 我就是了 27节 当下门徒回来了 就吸取耶稣 和一个妇人说话 其实他应该记他的字 他们就吸取 为什么耶稣 跟一个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妇人说话 只是没有人知道 你是要什么 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 所以你看 从这里的角度说 门徒会觉得很稀奇 为什么耶稣是一个犹太人 他会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 好28节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众人就出城 往哪里去啊 往耶稣哪里去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呢 这整个对话的当中 我们要去看 耶稣和这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 我们来看 这个真实的敬拜 他到底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力 第一 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看到的就是 敬拜呢 真正的敬拜 因为这里说 时候降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 那一个真正的敬拜 他能够恢复你跟他人的人际关系 在不久之前 有很多的一些的事情发生 那我们身为牧师的耶稣后 可能有些人讲一些话 忠伤我们啊 或者可能有一些服事啊 可能有些人没看中啊 都会有的 包括你是一个基督徒 有些人可能讲一些话 伤害你 可能你帮助一些人 一些人没有跟你讲谢谢 你也得到受伤害 每个人都有 但是我发现 当我愿意的真正的进入真实的敬拜的时候 我整个生命被改变了 我们看到这里第八到第九节怎么说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 犹太人从来不会跟撒玛利亚人有来往的 所以耶稣就要等他的门徒 这些所谓的拦阻离开了 这种姐妹 敬拜很重要 如果你来到教会敬拜神 你绝对不能够允许任何东西拦阻你 上个礼拜天 我们就教会就有一个的感恩宴 我就跟一个姐妹在说话的时候 她就分享到 她在参加承导的时候 她说牧师我参加承导的时候 我不可以从我的卧房下到客厅 或者是厨房 如果我一下去的话 我就会很忙很忙很忙 然后呢我就不会听这个承导了 所以我坚持要守承导的时候 我就在我的房间里面 从六点十五分 守到七点半之后呢 我才会下楼去 弟兄姐妹 这个姐妹讲的话真的是对的 因为她要排除一切的艰难 不要让那个东西影响她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来到崇拜 你来的时候你就要专心 在现在的弟兄姐妹 当你在敬拜神的时候 不要说一边在敬拜 一边在做其他东西 你根本是没有办法专心敬拜的 你只能够是听讲道 你没有办法领受神的坏 那我们看到呢 耶稣就怎么样呢 但这个妇女她懂得真实敬拜的时候 她本来不跟犹太人来往 犹太人也不跟她来往 但是你会看到后最后的三十节那边 二十九三十节的时候 这个妇女怎么样 哇 她冲回去她的城市 然后告诉 哦我见到一位弥撒亚了 这种姐妹 你有发现 一个真正的敬拜的时候 她能够产生一个大能 就是让你跟其他人 如果有一些的疙瘩 或者是有一些的误会 你在真正的进入敬拜之后 你会很愿意的谦卑下来 跟这个人和好 因为敬拜的其中一个言文叫做 伏伏在地 Bound down Bound down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我完全伏伏 犹太人敬拜神的时候 他们是整个身体趴在地上的 弟兄姐妹 如果你进入真实的敬拜的时候 你的灵就是趴在地上 完全降伏于神的 所以当神的灵跟你说话的时候 神说 你跟那人的关系不对 你要去解决 你的心会被神的灵感动 然后愿意去跟那个人解决 而且 如果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很难敬拜 因为圣经有讲了 当一个人陷阱的时候 发现他跟另外一个弟兄有不和好 他是必须把基务放下来 解决了 他才把基务献给神 所以可见 弟兄姐妹 敬拜能够帮助我们 跟神跟神的关系和好 那敬拜呢 这个英文字我们来看 敬拜这个英文就叫做 Worship 我们看一下投影 敬拜的意思叫Worship 那么Worship这个词是怎么样来的 是怎么样来的 第二章 不要跟着我的投影 第二章 这个词叫Word Word就是配德 配德 Shift 所组成的 这是一个所谓敬拜 是指把神应得的 或者神配得的荣耀 归给神 这个投影去哪里 快要放出来 OK 放出来 好 要跟着 那么敬拜呢 敬拜是使我们看到呢 这位神的伟大 敬拜是使我们 不得不祥 不在他的权柄底下 当我们让他掌权的时候 他就恢复我们 和他人的一种的 疙瘩 或者不良的关系 帮助我们修补关系 感动我们 与人和好 这个也是我个人 亲世的经历 所以弟兄姐妹 一个人如果真正的 敬拜神的时候 他会愿意 跟其他人和好 第二 敬拜能够帮助我们 突破种族和族群的繁离 Worship have the power to break through racious barriers 弟兄姐妹 怎么说 这里 这段经文 第九节有说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没有来往 弟兄姐妹 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 十九到二十节 这样说 他说 天上和地下 所有的全民 赐给了我们 所以你们 要怎么样 要去 死什么人 死万民 跟我一起说 死万民 再一次 死万民 万民这包括什么 包括任何的族群 弟兄姐妹 你传福音的这一项 就是任何任何的族群 或者黄皮肤 黑皮肤 白皮肤 都是你的传福音的对象 换句话说 如果你是真正降服 跟做神的门徒 你不会有族群的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基督徒 是有族群的问题 那么 其实你的生命 真的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发现了 另外 在 耶和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 耶稣就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命令 他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弟兄姐妹 这个你们彼此相爱是什么 就是 任何一个基督徒 只要你 如果教会你的 有一礼的弟兄姐妹 有沙巴的 有撒劳月来的 你要去跟他 去爱他 你不会有主群的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 不是真正敬拜神的 他不会放下 他会有很多的怨恨 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 我们就会守神的 解命的时候 那人就会看到 我们是神的门徒 所以一个真正的 敬拜神的人 神会打破 你族群 之间的房里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身为基督徒 如果你真正敬拜神的时候 神会做这一方面的工作 那我们看到呢 耶稣就是帮助这个妇女 看到 我是犹太人 我也能够接难 我也刻意的来到你的面前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解 更深一点 第三 敬拜能够恢复我们的自我形象 那我先要讲一些的故事 给大家听 弟兄姐妹 这个妇女 刚才的经文讲到说 她有五个丈夫 那对一个古代的妇女来讲 如果她有五个丈夫 换句话说 这个妇女呢 就是在她的生活上 是怎么样呢 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OK 乱七八糟的 那耶稣问你 叫你丈夫来说 她也不知道 她要叫哪个丈夫 换句话说 这个妇女呢 她在她的生活上的人际关系 她生活上的伦理道德出现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她需要在中午的时候 出来打水 一般上的妇女出来打水 是在早上 太阳还没有这么热的时候 那她出来中午打水 就是说 没有其他的妇女在身边 她出来打水 所以就没有人可以讲 闲一闲一 哇 那个你看 那个来了 那个五个丈夫的来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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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把心来了 那个 那个 抢人家丈夫的妇女来了 对不对 所以 她不会在早上 她也不会在傍晚 她一定会在中午 很多妇女就在家炒菜 煮东西给孩子吃 哪里有人会出来打水 对不对 所以就表示 这个妇女 她为了保护她自己的形象 她必须要从没有人来的时候 打水 她要出来 因为 她的生命肯定是 形象有一些的问题 同时 她肯定是在她的人世当中 切发爱 所以她才要 嫁了一个丈夫 如果这个丈夫不爱 她再嫁了一个丈夫 这个丈夫不爱 再嫁了一个丈夫 为什么 因为她希望透过人与人 跟父亲的关系 得到丈夫来爱她 但是很可惜的 第一个丈夫跟她关系也很差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 就表示说这个姊妹 她的人际关系有问题 她的自我形象有问题 但是很有兴趣的事情 请你把眼目放在第三节 第三节我们发现 圣经里面有讲说 耶稣 他怎么样 耶稣直接走到撒玛利亚城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看一下一张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给我们看到 下面是犹荡 中间是撒玛利亚 OK 然后呢 上面是加利利 那这个地图给我们看到说呢 从犹大的人 他们要去加利利的话 OK 他们基本上是会 绕过这个地方 去到加利利 为什么他们绕过这个地方呢 因为撒玛利亚人 是他们很讨厌的人 那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很讨厌你的邻居的话 你走路 在他的前面 你也不想要走 你要走 你会走远一点 对不对 你会避开这条路 因为你会避开 那但是耶稣基督呢 他要 他叫门徒要去加利利 是什么原因 他叫门徒要去加利利 第一这里说 耶稣不愿意直接 与法利塞人起冲突 原因 因为呢 越来越多人跟随耶稣 就带领门徒离开了法利塞人 积极的犹太地区 因为耶稣在这里 行了很多的神迹 带领很多人信耶稣 然后呢 那些法利塞人就很生气 觉得为什么耶稣 好像呢 来干扰他们 他们的门徒 不再跟他们了 全部跟耶稣了 哇 这些人本来跟我的 现在不跟了 跟另外一个师父了 哇 所以他们就很生气 所以耶稣为了 不要跟他们冲突 他就说 好吧 门徒们 来我们去加利利 因为什么去加利利呢 因为加利利是 也是犹太人积极的地方 但是呢 法利塞人比较少 法利塞人比较少 所以他去讲福音的时候 就没有这么多 法利塞人 来干扰他 所以而且呢 耶稣的故乡在加利利 所以他回家 也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呢 这段经文里面有说到 特别提到说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弟兄姐妹 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 你说经过吗 去新山 要去基隆坡 一定会经过 马六甲 对不对 会经过马六甲 但是呢 你要知道他的历史背景 如果是犹太人 从犹大的犹太人 要去到加利利 按照平常人 应该是要这样走 对不对 有没有人 从新山 要去到基隆坡的时候 你是走 迪萨路路 去到关丹 再从关丹 去基隆坡有吗 有没有人这样 没有对不对 没有人是这样的 都是我们会从 Gas Highway 上马六甲 再往基隆坡去 但是以前的犹太人 会这样 从新山去基隆坡 他会到关丹的路 再去基隆坡的 为什么这样 因为呢 因为呢 这里的故事就在这里说了 那么因为呢 犹太人 是一直来都不跟 撒玛利亚人来往的 原因是 因为犹太人认为 撒玛利亚人是 不存的犹太人 他们的祖宗 以前是犹太人 但是他们跟外族人 通婚的 那弟兄姐妹 比方你现在是华人 请问 你没有信主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困血儿 诶 这么好讲华语 但是他皮肤黑黑的 对不对 小朋友在小学也会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某个族群的人 不像华人 就开始欺负他们 对不对 所以耶稣呢 从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 耶稣为什么呢 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 原来 耶稣是很刻意的安排 这个行程 我们留在第三点 耶稣是很刻意的 给不走原本的 这个绕过的行程 第三点 放第三点 特别只走到撒玛利亚城 为什么 因为 耶稣是为了 遗见撒玛利亚夫人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你真正敬拜神的时候 神刻意要在 敬拜当中来遗见你 神想要你 在深厚的信仰 你发现 当你真正敬拜神的时候 你就遗见神 所以 我们有一个 银会叫做 经历神 银会有没有 英文叫做 Encounter with God 就是当我们真的 敬拜神的时候 你会 遗见神 而且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 因为耶稣爱 爱一切属于祂的儿女 无论是什么族旗 撒玛利亚人也好 耶稣爱 耶稣爱我们的印度同胞 爱我们的友族 爱我们的任何一个族旗 耶稣都爱 耶稣是很刻意地闯进这个妇女的生活里面 耶稣其实如果按照犹太人 他们会绕着这个叶丹河的河边 再往加利利去 但是从这个故事里面看 就是 弟兄姐妹 每一次你来敬拜的时候 乃是神为你制造一个机会来遇见祂 而且神是预备好 要来医治你内心的穿伤 如果你进入敬拜的时候 神会来医治你 祂会恢复你 回到你过去的真正的自我形象 今天下午我跟一个姐妹讲话 在通电话问他一些东西 跟他一起祷告 然后他告诉我 他说现在当我真正认识神 真正的被神摸着的时候 我开始不会看我过去 我是一个怎么样 以前他很在意 别人怎么样看他 但是现在他不会在意的 他说我就是神的儿女 神已经接纳我 为什么我还要在意别人 怎么接纳 只要神接纳我就可以 听说姐妹 你有没有看到敬拜的能力 当你真的敬拜神的时候 神可以恢复你的自我形象 以前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我不太爱讲话 但是我成为一个牧师之后 上帝改变我 改变我 必须懂得如何跟人家讲话 改变我 因为 我本身中学都没毕业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 我的形象也不太好 因为我也不是来自一个 所谓的一个很特别的家庭 但是呢 上帝却在敬拜当中 让我的自我形象恢复 所以 我到哪里 我看中的是 我是神的儿女 我去 我是把祝福带给人 所以上帝已经 意志我 恢复我的自我形象 第四 敬拜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的饥渴 所以他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的饥渴 弟兄姐妹 耶稣第八节 四章第八节 耶稣趁着门徒去买食物的时候 跟这个妇女说 然后耶稣又刻意的 在中午炎热的太阳底下 来遇见这个妇女 弟兄姐妹 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要理解 这个安排 是耶稣怎么样 刻意的 耶稣故意 安排好时间 等门徒走了 本来他跟门徒在一起的 妇女也是在那边的吗 但是耶稣就等 门徒走了 他才跟这个妇女讲话 换句话说 这些时间都是耶稣特别安排 其实 刚才我已经讲了 这个妇女 他 一般的妇女 不会从中午出来 就表示说 耶稣刻意安排 来跟这个妇女对话 从对话当中 让她认识什么是敬拜 让她了解真正的敬拜的时候 然后特别安排来解决她内心的挣扎 那这个妇女 五个丈夫的妇女 她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弟兄姐妹 就是她缺乏爱 她缺乏爱 她不敢见人 她缺乏爱 但是当她意见耶稣 跟耶稣讲话之后呢 她的内心的满足 不再靠人的满足了 她开始 所以耶稣跟她对话的时候 你来这里打水 耶稣其实从一个生活的例子 要告诉她属灵的例子 你来这里打水 你打了 你喝了 你还可以渴 对不对 但是我有一种水 你喝了不再渴的 你要不要 弟兄姐妹 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神会给我们灵里面的满足 是在神以外 你找不到的 你没有发现很多人 当很受伤的时候 来到神的面前 插一些诗歌 敬拜神的时候 本来是很沮丧的 但是一见神在敬拜之后呢 他整个人再一次的重新得力 再一次的 好 我过去真的有人伤害我 没关系 今天我敬拜神之后 我已经知道神给我的工作是什么 我不再为了这些事情干扰我 我会再一次的往前走 所以弟兄姐妹 神开始的 神开始的医治我们 满足我们里面的饥渴 他满足你的内在的人 外在的人 你饿了可以买食物吃给他饱 但是如果你的内在饿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去填饱 弟兄姐妹 唯有神本身 才能够填饱你 因为耶稣说 祂就是我们的生命粮 the bread of life ok the bread of life 所以这个是耶稣 特别 要意见 所以弟兄姐妹要告诉你 当你来到敬拜的时候 其实不是你自己要来 乃是神的灵感动你 因为你知道今天你要来 你要来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怎么样 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我们要看的 这是第四点 耶稣本来问说 18节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弟兄姐妹 耶稣怎么样知道 他有五个丈夫 这个妇女有跟他讲吗 没有 而且耶稣也告诉他说 现在你已经跟这个丈夫 住在一起的丈夫 也不是你的丈夫 换句话说 这个妇女就忽然间在心里 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他忽然间觉得 哇 耶稣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耶稣 为什么耶稣知道我有五个丈夫 而且知道我现在的丈夫不是我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看到 敬拜的里面 神会把你内心 没有人知道的东西抖出来 谁把你内心给你看到 你看 你恨那个人 你看 你还在讨厌你那个死鬼老公三年 可能他已经过失 你还在讨厌 神会把里面的隐形 抖出来 神会把里面的隐形抖 但是为什么神要挖这些东西 弟兄姐妹 其实简单的说 耶稣把你内心的苍巴 挖出来 他要让你痛吗 不是的 挖出来一定会痛 但是耶稣挖出来之后 他是要医治 你的伤口 当你的身体上 有毒瘤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要去开刀 你怕不怕 怕不怕 每个人都怕 对不对 但是你 怕你还是要去 开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是毒瘤 你很怕 你不想开 但是你为了把这个毒瘤拿走 你还是要开 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神在你生命 把你一些的丑陋东西 挖出来的时候 很舒服吗 真的很不舒服的 如果在敬拜的时候 神告诉我 你说你没有讨厌那个人 你还在讨厌 我说神没有 我不在我经历了他 没有 你还在讨厌 我说神 你怎么知道 当然知道 你走路的时候 你看都不要看他 你为了我不知道吗 神会跟我们这样讲话的 神会责备我们 然后说好吧 上帝你赢啊 你知道我讨厌他 请你帮助我 当我们进入敬拜的时候 神就开始给我们看到 你看我的爱 可以给你力量 你就用我的爱去爱他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神就满足我们内心的饥渴 而且 神是特别安排来帮助我们 另外一点 这个妇女呢 当耶稣讲到她的问题的时候 她没有直接回答 耶稣问她说 你的丈夫在哪里啊 然后现在你这个丈夫不是你的丈夫 这个妇女哦 你看十九节 妇女就说 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你看十八节跟十九节好像不对称嘛 耶稣问她 你既有个丈夫 现在你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妇女应该可能 应该说 没有啦 耶稣你弄乱讲啦 那个是我的丈夫 你不要乱乱讲啦对不对 然后神就接 这个妇女就去问别东西 哦先生 我看出来哦 你是先知的 比方我来到你面前 我姐妹早安 哦牧师 今天我吃那时都慢很好吃哦 这样 她就不对称的话嘛 然后呢 她二十节说 哦我们的祖宗在这三上礼拜 你们导说应当礼拜的地方 她就转话题 转说哦我们敬拜 本来你这样问你早安 你说哦刚才的敬拜很好听 你到底买的请是什么牌子啊 Casio啊还是Yamaha 她就开始问 OK 还是Lolan啊 这个不对称的 就表示说 弟兄姐妹 当神要来针对你问题的时候 人很多人都是避开 不见话讲 你懂吗 假装不懂 假装听不到 你敬拜的时候 然后我们姐妹带敬拜的时候神说 哎 孩子啊 刚才哦 你驾车很鲁芒咧 神 你讲什么我听不到咧 你讲什么啊 我要专心敬拜不要跟讲话神 我要专心敬拜 我们常常都会逃避很多问题 有没有 你自己老实说 当神感动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常常逃避问题 这个妇女也是一样 我们会逃避我们的问题 不想面对 但是耶稣还是要你去面对 有一些问题 你解决不了 现在你不要神帮你解决是吗 下个月 神又再给你碰到一个人 让你去学那个功课 你不要再学的话 再多一个月 神又给你碰到另外一个人 一直要你学会这个功课为止 对不对 如果你知道神的话 也说我们讨厌人 我们就要去饶恕 那你现在不饶恕 下个月 神又给你碰到那个人 然后你说 不要了 我不要了 下个月又给你碰到另外一个人 神就是要你学神 其实为什么神这样做 因为祂爱你 祂爱你 因为祂不要你的生命 一直这样下去 弟兄姐妹 你恨人 或者是 你觉得 你个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 好受吗 不好受 但是不好受 为什么神针对你问题的时候 你一直逃避呢 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常常逃避 但是呢 当耶稣觉得 祂需要揭露你生命的时候 祂会直接揭露 就好像这个妇女一样 耶稣直接的揭露祂的生命 医治祂 释放祂 所以今天晚上 等会我们敬拜神之后 我们要预备好 让神来预助我们 最后 敬拜能够重新点燃起 生命爱的烈火 对福音的烈火 对福音的烈忱 那这个妇女呢 一旦看到 知道耶稣基督生命得改变之后 知道耶稣基督是弥撒亚的时候 他内心的答案全部得到解决 他知道他的爱的来源不再是他的所谓的五个丈夫了 他也不怕告诉人他是谁的 他的心灵得到抑制的 他也不感觉自己是不俗的 这是不干净的 因为对当时的人来讲一定有 哎呦 这个是无理经 这个是无理经 有五个丈夫的 你还指无理经 现在他也不管了 你讲我无理经也好 什么经都好 我被耶稣充满了 我被神的灵出没了 我会往城里面去 所以你看 第29、30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29节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幸的一切事都 给我说出来了 以前他多么怕别人知道他是谁 现在还叫人来看 你们来看 刚才你知道我跟谁讲话吗 反正还敲锣打鼓叫人来看他 你看他是不是得到医治 他才可以这样做 然后他说 莫非这个人这是基督 众人听到之后 就促成往耶稣那里去 一个真正经拜神的人 我们不会把人带来我的面前 我们会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一个真经拜神的人 我们不会让人崇拜我们 一个真正带领经拜的人 我们不是把人来告诉 你看我多么会唱 我多么会施情 我多么会打鼓 我多么会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 一个真正经拜神的人 我们会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你看这个妇女 她告诉了耶稣多好的时候 那些人有没有跑去跟她讲话 没有 那些人都冲向耶稣那里去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看到 一个真正的经拜 神会怎么样 会把我们内心对福音的热火 再次的点燃起来 好让你能够去传福 你会有胆量 本来你不饶恕的人 现在你可以去饶恕他 可以去接纳他 而且也可以跟他和好 可以跟他吃饭 可以跟他做朋友 可以跟他合作 弟兄姐妹 我们就突破了这一环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传福音 我们可以合作 一起去做事工 不再面对人际上的问题 好 现在我先请我们敬拜一团上来 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我要结束 这个信息之前 我要给大家一个的 重要的一个挑战 当你愿意用心灵合成 是敬拜神的时候 上帝就能在你内心 做一个转化的工作 今天晚上 你预备好 让神来转化你的生命吗 弟兄姐妹 你愿不愿意每天 进入一个自身的敬拜 今天 上帝在这个世代 他说 今是时候 神再说一次 圣灵在向你的心灵 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神说 今是时候 神正在寻找 一个用心灵和诚事 拜父的人 神正在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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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真正的寻找 神正在寻找 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的 你愿意的 跟我一起站立起来 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你也可以在你的 所在的地方 站立起来 或者是跪下 都好 那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进入自身的敬拜 的里面 我们让神来触摸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 哈利路亚 说圣灵啊 我请你来触摸我 靠着他 好不好 大家一起来开口 向他呼求 圣灵啊 你来光照我 圣灵啊 你来光照我 光照我的内心 光照我的内心 哦 耶稣啊 你对我真好 哦 我需要你耶稣 我需要你耶稣 哈利路亚 起起你的双手 如果你还活在恨人里面 神要你方向 如果你还活在一些的 坏的习惯那种 神要你方向 哈利路亚 我需要你来